第一个人就问你说 总统当时中国时报登了这个 所谓的轻浮的录音带的时候 你们把人家骂了半死 说人家抹黑等等 就证明那都是真的 要不然你怎么会有这么长的 陈属名单呢 怎么会出来讲这么多话呢 就证明是真的 所以你请问一下总统 你要不要出来道歉 要不要替代替你们的发言人 发言人就等于是替你一样 你要不要出来道个歉 第二个你要怎么回答一个问题 如果是记者问他 显然国防部是欺骗立法院 你是国防部部长 你是三军统帅 欺骗用公文欺骗 不是只有口头而已 两份公文里面有八个欺骗的地方 你总统三军统帅 要不要出来道歉一下 周一到周五 新闻深喉咙 勇多深挖多深 一分钟 也在带我 两份未经许